最近台湾民进党当局又有个作妖 立法院长刘锡春就指出 这个以后台湾的中医别叫中医了 改叫台医了 叫做台医台药应该不错 这明摆着是绿营台如上老 用中医过桥 玩弄的还是他们那些荒唐的去中国化的把戏 我也说针对中医 这不是民进党第一次动手 早在05年 把台湾的中华中药点就改名了 改叫台湾传统药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搞笑 这台湾用的中药95%是来自于大陆 合着您这台湾传统药点里面 恨不能全部的药材都不是台湾传统生产 当然您也别以为两岸只在药材方面互通有福 实际上整个中医行业 两岸交流是非常的频繁 在这儿多跟您聊几句台湾中医的发展 1998年台湾卫生当局修订这个药室法 就规定93年之后入行的中医师就必须要考取一个执照 但是人才怎么着呢 自从这个规定出入之后 台湾卫生当局再也没办过任何一次执照考试 没想到吧 你入行得考执照 但是我不办执照考试 台湾的中医自然就是日渐累缩了 从93年的时候全盛期 台湾全台超过15000家的中医药行 到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只剩下8000家了 可想而知 你说台湾的中医职业者 看到大陆对中医的机场与发扬 那心里是啥小分 那肯定是陷入 这西晋学习医术 并且留在大陆职业的台湾中医师 那是越来越多 光台籍再度医师联谊会就超过800人 台湾对中医感兴趣的年轻人 那来大陆说 学习医术 那简直成了新风尚 就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 当时一开始在台湾招生 100个人招不满 现在好家伙 600多人抢过头 抢这100个名字 至于什么考察草药基地 一起研发针灸疗法 这等等的两岸交流 那在中医院数不胜数 但是这绿营分子 他们就是看不得两岸有交流 他们就是见不得两岸有共同的历史基地 和文化瑰宝 子曾经约过 毕业正迷糊 别看这帮女性分子 不拿自己当中国人 嘿 圣人的说法 他好像都挺在意 天天在这个名称问题上 是穷着的 为了一己的政治私利 他把中医变成了 他们操弄议题的道具 您说这中医要真改了台医 这以后两岸的交流 还怎么搞 两岸的东医师前面一大招 台湾医师说 您好您是中医 我原来也是中医 现在我成了台医了 大陆医师就懵了 现在还有台医 看起了中字 就想台一台 这次中医改台医 下次中秋改台医 以后难道这脑中风 要改脑台风啊 正所谓 台独上脑 实力赢 中医台医分不清 正事通通 干不好 荒唐改名 一门零 我是一哥 大家下期见